這女醫師 她從第一次的3萬塊 接下來是50萬 接下來是176萬 接下來是860萬 接下來是1000萬 就每一次 每一次 每一次 都有一個不同的名目 然後金額越大 然後她都照付錢 我相信她給人的氛圍一定是 這個很好挖錢 那總共被挖了4649萬 她才發現被騙 來 這個黃醫師 你剛剛要補充 沒有講完 就是說我覺得 大家一定都會想說 正常的人一定會想說 你為什麼會需要用這個 負傷的技巧來 假騙這個小三 因為如果一定要小三 如果一定要負傷這樣的角色 才能夠把小三拉走 讓他感受到愛情的話 那我們全台灣其他男人 是怎麼活的 就全台灣其他男人 都沒有一個人需要 自己是負傷的身分 然後去騙女人 女人才被騙走嘛 照理說騙女人的方法很多 為什麼她覺得會相信 這個真信社告訴她說 只有負傷這個角色才能騙呢 所以第一個 她當然就是沒有想到 那只是說 如果我們站在我的立場 比如說如果我也看到這個新聞 就自問說 如果是我是她 那我的老公是出現外遇的話 我會怎麼辦 那我一定直求對決 我一定找小三 就跟她講說 如果你不退出 你就會面臨什麼樣的法律責任 你再不退出 怎麼樣我每天鬧你 我可能會是那種直求對決的人 那為什麼這個女醫師選擇 不是這樣一般人常常想到的 正公的這種凜然的態度呢 顯然是她一定 也許有想過 也許有做過 可是都沒有用 她老公就是不甩她這一套 或者是這個女醫師本身的性格 就是你看她自己經營整署 很成功嘛 所以她很有錢 那有錢的人不會說 把這個錢不當一回事的 所以她決定她這樣子要用錢 一定有她後面的 一個很中心的目標 我覺得她的中心目標 就是她很可能希望在 她老公沒有發現的情況之下 處理掉這個小三 她要維持這個表面上 跟她老公之間的一個 婚姻和諧的狀態 不要被其他的人發現 否則我們一般正常的女生 有感情的困擾會怎麼樣 馬上打電話給廖老師 說廖老師怎麼辦 我那老公我覺得怎樣怎樣 那當這樣講的時候 就算我是因為很心靈脆弱 然後很失望的人 我可能會因為跟我的朋友有討論 然後我的朋友總沒有跟我一樣 心靈脆弱嘛 大家就會提醒你說你要小心 如果你做了A之後 你可能接下來要付出更多錢 真信社是不是有可能有詐騙 這些你的朋友或是你的親友 都有可能會提醒你 那女醫師是一個怎麼樣的 一個身份跟職業 就是說這一群這個女生 其實從小到大 是比較天之交女的 意思是說家庭可能家庭環境也好 在求學的過程中也很順利 沒有什麼挫折 然後到醫院的話 其實醫院大部分是男醫師 其實可能學長對學妹也都比較好 所以也就是說 大部分的女醫師的情況 其實跟黃醫師不太一樣 大部分的女醫師是很順遂的 那很順遂的話 突然說你他就是遇到一個晴天霹靂 老公不喜歡他 這個叫做天大的災難 所以他才會請他的權力要去挽救 這個天大的災難 但我也必須要講就是說 他比較倒楣的是 因為第一個他真的有錢 如果是像黃醫師說 你叫我掏出三千萬 我們比較有物慾的 就馬上說那我可能可以去買別的 這個男人我不要 這就是物慾的好處 那可是因為他錢太多了 或者說他也沒有什麼物慾 或者說他什麼都有的時候 他就是想要就是執著 因為女生會很容易成功的話 這個女人必然除了他本身的能力之外 他肯定個性也許大家會認為不太好 就是會有一些執著的 所以女醫師一定會有一些執著面 然後在整個成長過程中 醫院的受訓中 其實我也一直在自問 我昨天也跟我妹妹黃律師討論說 你覺得我當年為什麼會被騙 那我妹也看了這個新聞 然後也跟我討論 她說覺得其實女醫師就是單純 她說比如說她以前跟我這個 她跟她老公都是律師 然後跟我的前夫一起吃飯的時候 她當下就有想 她其實跟她的老公 也就是我妹婿 就想說奇怪 這個黃又嘉的這個老公 好像沒有什麼知識水平 但是她沒有跟我講 那個你說那個 我妹妹跟她老公 對他們兩個都是律師 然後看到那個 然後就沒有跟我講 然後比如說假設我這樣子 就是一個白色巨塔下養成的一個女醫師 就我去這個我前夫家的豪宅 我會覺得 天啊我是燒了什麼好香 就我豪宅耶這樣子 我們態度是這樣 可是我妹去我前夫家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跟她就是 就算坐著電梯介紹每一個樓層 她的態度都就很一般般 然後你跟她說這是什麼話 然後我妹會說 可是她又不是畢卡索話的 就是其實也就是說 其實一般的人的見識 不管是什麼職業 或者是你的收入 其實你的見識在生活上 很可能是比醫生好的太多了 就是我們醫生 你給我一個財務報表 什麼怎麼這麼多數字 其實根本看不懂 對所以這個女醫師 也許她能夠一直在被坑錢出去 也許是她的 她的生活經驗就是太脆弱 然後她在很脆弱的時候 她相信了真心社 你怎麼能不保證說 這個真心社其實跟宋七利一樣 她其實就是趁她的人性弱點 一直給她詐騙 不是這個女醫師笨 了解